所以你现在是在哪里读书 现在是在中国传媒大学 算是好歌的一个小诗地 所以你读的波音主持专业 对 挺难的 因为你要跨语言 来学习一个 最需要考验语言能力的一个专业 确实很难 要练各种各样的东西 什么练登田 练配音 练朗读等等等等 我最喜欢的是练配音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 来准备的这些多少小段子 希望大家能喜欢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度我们恋爱的季节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人吃饭得用魂 干饭人有精神 吃饱了都进不去玩 干饭人悲苦大 一张大嘴吃剑下 干饭人爱饭贵 一到饭点就精神 为我干饭拿家墙 你我皆是干饭王 走 走 干饭去 真的不错 出乎意料 你的专业都学成这样了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以后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主持的节目 希望自己有一个常态的节目能够主持 没关系 全中国的主持人也没有多少个像我这样有常态的节目的 常态节目真的就不多 充分说明一件事 好的平台 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感谢江苏卫视 谢谢江苏卫视 收留我们二狗子 谢谢